选吧 选吧 二选一 还是换你吧 你事也太多了 你换这个换那个呢 真的失散 千万千万不要说 简单修一下 你这样说 理发师就只能自由发挥了 发挥不好 你也不要怪他 你怎么忍心怪托尼犯了错 是你给的自由 过了火啊 有一种陪伴 守护我的行程安全 在每一个疲惫的午夜 当下属们 把我这位领导送上车 便迎来了你温柔的问候 邓哥你好 请系好安全带 领导啊 领导这么喜欢坐快车呢 坐快车还不是因为打不到拼车 这效果真抠 工作这么晚 身上这味儿 是白的呀 还是皮的呀 是吐的 真体贴 没上车就吐了 这么晚还一个人回家 看着地址也不是家呀 这不信 回的就是家 回的就是家 大丈夫四海为家 真好 我也想做大丈夫 有一种呼唤 穿越山河 打破思念 每天下班回到家 最想听到的 便是你用最磁性的声音 换出我在网站上 写下的昵称 程陆寒 快递 程陆寒 在家吗 好好好 别喊了 别喊了 道夫 需要您开箱检查一下 这个不用检查 也不方便检查 不方便 这手感 一颠我就知道 增高鞋垫吧 你怎么知道 你猜我怎么知道的 穿上矮子乐 人人是模特 女种温柔 通过指尖 不断传递着能量 缓解我的疲惫与压力 你的每次出场 都宛如春风话语 拨动我的心弦 男兵一味 但是8号几次为您服务 您只想按肩颈 足底 还是头部 按理说 我就不想让你按 刚开始都这么说 能不能换一位 你当真要换 当真要换 确定要换 确定要换 大丈夫一言即出 司马南追 换42号 能不能给出追光 你俩 来吧 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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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选一 还是换你吧 你事儿也太多了 你换这个换那个 你真的失散 真的失散 大家好 我是理发师刘宇 你们可以叫我 三层小立群 可能大家会奇怪 为什么不叫三层小托尼 我也很奇怪 我做理发十几年 说实话 我没有遇到一个理发师叫 托尼的 所以真的不要再叫我托尼了 拜托尼 我叫 我叫凯文 我很小就开始捣鼓自己的头发 十岁的时候就把家里的摸尸整平地往头上倒 爸妈很生气 打了我一顿 打了半天 发型都没有乱 从此以后我就爱上做造型了 你们知道那种被人打完还是美美的感觉吗 大家应该都有过被理发师伤害的经历 我也一样 我一直感觉自己是蛮帅的 直到有一次我去剪头发 剪完之后啊 如果说我是三层小立群 那他就把小立群剪掉了 我的帅 剩下不到三层 其实我的第一份工作不是干理发 是开挖掘机 我开得很好 我现在甚至可以开着挖掘机帮你理发 当然你得坐在我的挖掘机里 当然我用的还是以前的挖掘机技术来理发 把客人的土挖走 把美挖掘出来 我们很多人都想知道自己怎么样才能剪到一个自己满意并且喜欢的发型 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和理发师多沟通 就是比如你刘海不喜欢短过于哪里 想往哪个方向或者不喜欢的风格 千万千万不要说 简单修一下 你这样说 理发师就只能自由发挥了 发挥不好 你也不要怪他 你怎么忍心怪托尼犯了错 是你给的自由过了火啊 当然我们也会根据客人的实际情况去提出专业的意见 有一次有一个长得像王建国的客人 他就说 我要剪王家尔的发型 那我就会给他说 你的脸部轮廓和王家尔有点不大一样哦 大家注意理发师话术 我们不会直接说长相 我们会说脸部轮廓 有时候我甚至不说 就默默地扶着他的头 让他多看看前面的镜子 所以理发店镜子多是有道理的 大家想解明星同款 就是我很理解 可是建议大家选一些比较好实现的明星 像宋小宝啊 李戴啊 他们这种类型的我觉得都可以的 一个十元快捡就搞定了 但是千万不要选 徐志胜 徐志胜就是另外一种难度了 因为他的脸部轮廓 跟谁都不大一样 我觉得李发老师不应该把心思放在办卡 推销上面 我们应该重视每一位客人 人家来剪发 就相当于把最重要的 看重的东西交给你 可能你随便应付一次 他会难过好几个月 人家是来剪头的 不是来送人头的啊 入行这么多年 我越来越觉得剪头发剪的 就是一个人情事故 考验的就是理发师的情商 美商和各种沟通技巧 像我就能把顾客剪成朋友 就剪完几乎没有不满意的 毕竟是朋友嘛 我剪坏你一个头 你也不好意思说我呀 但你找我理发 我肯定会全心潜意为你服务 记得说出你的想法 越细越好 但是也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毕竟理发师不是魔法师 剪头也不是换头 徐志胜是剪不成王嘉尔的 但是王嘉尔也不要骄傲 你也剪不成徐志胜 谢谢大家 我是刘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